I can see the light in your eyes 这条路不管会有多长多无奈 生命的钟能够将一切承载 当泪水洗刷出爱本来的色彩 这段跨过的执着是对生命的交代 爱是爱一直存在 是它让这生命有色彩 让我们试试 一起去赢的未来 让生命更加精彩 是对自己的交代 这条路不管还有多长多无奈 坚持下去才能让你有未来 当泪水洗刷出爱本来的色彩 这段执着的精彩 是对生命最勇敢的交代 是对生命最勇敢的交代 这是哪儿 这是我家里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我们呀 我们什么呀 你看看你自己衣服 来吧 喝点吧 你走开 这个是解酒的 你走开 好吧 洗漱的东西 我给你放到卫生间了 我在外面等你 你要子 你去那时 你去那儿 我去那儿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我去那儿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我 我还是先走吧 嫁给我啦 我还一辈子照顾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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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爱我 你不要再回避了 你告诉我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曾经 深爱过一个男人 他很帅气 你 也很有钱 我们 有共同的事业 共同的追求 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旅行 甚至 谈婚婚论家 谈婚论家 可是 突然有一天 这女人 这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找到我 说那个男人是她丈夫 是孩子的父亲 是孩子的父亲 我当时 我当时我就蒙了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 我被人蒸蒸 蒸蒸传传了 四年 天子 我不再向你的爱情 也不相信男人 我觉得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假的 没有真实可言 不要再想那些 伤心的往事了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情感 你没有尝试过 为什么不再继续呢 等我看到琳娜一个人 带着小娜娜出现在家里 时 我想到了那女人 和那孩子 无处的神情 我承受不了孩子 她的天真无邪的目光 我决定 要帮助她们 寻找娜娜的亲生父母 我要让那些没有人性 不负责任的父母 暴露在光天花日之下 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 所以你就找到了我 这就是缘分 让我们一起放下心结 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都想要说出对你的爱 不想一直不存在情 多想要说出对你的爱 需要一直留在情 昨天晚上你大哥来找我 他说让我替他向你道歉 他还让我打他 说了只要你回家 你随便打他 把他打死都行 你要打不死他 你就不是他妹妹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糖果肉是最好吃的 我回美国就吃不了了 那以后我天天给你买糖尔的 好吧 不用咬小龙包子 小蝉猫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和娜娜单独谈一下 可以吗 谈什么 他毕竟也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和他单独谈一下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正好我们要出去一下 你们抬 你们抬 慢慢抬啊 去哪儿呢 娜娜 娜娜是你的孩子 你担心什么呀 你要相信娜娜好吗 我相信娜娜啊 我不相信她 娜娜是小孩啊 我怎么不知道她跟娜娜 乱说什么 包括娜娜给尝走 我要看一摄水 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 放松点行吗 娜娜我又跑不了 好 你别过去了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人家说说话你 中国的早点好吃吗 好吃 我最选糖耳朵 如果以后 你在中国住的话 妈妈天天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是啊 可是我要回美国上学 我要参加滑冰比赛 等我放假 回中国 能跟阿姨一起吃 好 以后 你可以叫我妈妈吗 你能叫你妈妈阿姨吗 因为我已经有妈咪了 要不然就分不开 你好 你好 你不开心吗 有那么一点点吧 有那么一点点吧 为什么 因为妈妈 真的很希望你可以认我这个妈妈 然后叫我一声妈妈 你已经是我亲生妈妈了 对吗 孩子 你一定怪妈妈 当初为什么不要你 不管你 不理你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妈妈没有 没有不要你 妈妈只是 当时 当时把你交给了一个老奶奶 结果老奶奶死去了 然后坏人就把你抱走了 送进孤儿院 妈妈是完全不知情的 那你后来去找我了吗 当然找了 我回去我把你生下来的那个小珍挨家挨户地问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 那你去孤儿院了吗 没有 我以为你去世了 那你给我做墓碑了吗 在美国 孩子的墓碑都特别漂亮 对啊 因为有 因为妈妈还幻想着 有一天 你就会突然间地出现在我面前 叫我一声妈妈 妈妈 妈妈 你别哭了 我就在你前面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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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什么 妈妈 妈妈妈 孩子 你不生妈妈的气吧 不生气 好 好 妈妈不哭 妈妈不哭 妈妈真的 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以后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妈妈收起所有好看的衣服给你穿 我们一起去周游世界 然后我让你过着像公主一样的生活 妈妈 你愿意吗 说了很久了 我们去看一下 行了行了你 你等会你给人这点时间 给人这点空间 你自己的孩子你担心什么呀 我请你喝杯咖啡一下怎么样 我虎儿 我虎儿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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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逼你 你不用急着告诉妈妈 知道吗 妈妈只是想 你真的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妈妈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你想好之后 再告诉妈妈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先走了 明天再来看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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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慢走啊 宝贝 她跟你说什么 让我叫她妈妈 那你叫了妈 我才是你的妈咪呢 当然了 我知道 你的真的妈咪一个假妈妈 说得对 哪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 妈咪还有真的假的 你不懂了 娜娜 你的妈咪只有一个 就是养育你的妈咪 雪梅呢 是你的亲生母亲 这个也是真的 记住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别听她的 她不懂 她真知道 你们两个我都听 好 进来 你来了 我怎么称呼你啊 叫我超人得了 超人兄弟 这可不敢当 您可是长辈 什么长辈不长辈的 坐坐坐 这都不好意思呀 来 喝 好 那江哥 您找我什么事 我想了解一些 娜娜的情况 娜娜什么情况啊 你说 琳达会不会同意 我收回娜娜的抚养权 这个 恐怕不会 为什么 昨天我大哥和琳达 因为这事和我姐 打丑了一架 为什么 雪梅拿了一份协议 上面写着 将自己名下 价值几千万的财产 送给琳达 但是条件有一个 要琳达答应 将娜娜的抚养权 还给雪梅 琳达同意了吗 没有 你打 你来的 嗯 这个给娜娜来的 谢谢 娜娜好些了吗 一天比一天好了 那就好 那你找大瓶子吗 我打给她 不用不用 这个你拿着 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 你找大瓶子吗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这二十万呢 对我来说 不算多也不算少 帮娜娜就是帮大瓶子 她喜欢做的事情 我就尽力帮她 我之前欺骗了她 挺对不起她的 也希望她能原谅我 虽然我们现在分开了 但是为她做的事情 无远无悔 谢谢 这个钱我不能要吧 娜娜的医药费已经够了 你就拿着 这呀是我给娜娜赞助的 你要是不收 我就交给医院了啊 拿着 我走了 回来那么早 对 你看我找了一些 相关的法律文件 这对我们要回娜娜 是很有帮助的 是 我听说 雪梅已经把 收回娜娜抚养权的协议 都交给琳达了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 就来不及了 雪梅她动作这么快 我还听说 雪梅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都送给琳达作为条件 可是琳达还是不同意 看来我们的难度是不小 这件事关键是你 你要有信心 你不介意吗 现在已经不是你和我的问题了 现在是威威她需要这个小姐姐 而且她们姐弟情深 所以我们尽快要把娜娜的抚养权要回来 我们一起生活 你正好 好吧 我现在就去刷律师 马上进入法律程序 你等等 我想直接进入法律程序 对琳达来说会不会不尽人情啊 那我去找她 我去吧 我想女人之间沟通应该更顺畅一些 上车吧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上车吧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也归功于你真诚的劝导 不用客气 是应该的 你找我什么事 急说吧 我不可能你看娜娜太久的 那我就直说了 娜娜是我丈夫吴江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对她来说震动很大 关于这个女儿 她从头到尾是完全不知情的 所以根本也谈不上她丢弃女儿 或者是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你是想说 你丈夫要收回娜娜的抚养权 对吗 对的 别费劲了 不可能的 娜娜是我的女儿 我不可能交给任何人 回去卷告你的丈夫 想都不用想 行 这件事情赵总监负责 去找她吧 人呢 这上班怎么不在工作岗位啊 这可是要扣工资的 扣工资 张秘书 这样 你把刘经理这个月的工资 给我扣百分之五十 够狠 还有啊 现在马上在大楼里给我找一找 看她跟哪个男人鬼混呢 你才鬼混呢 我看你能扛多大的压 讨厌 真坏 真没看得出来啊 你还有调皮捣蛋的里面呢 我让你当时 你不知道的 还多着呢 这样挺好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这么开心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喜欢吗 喜欢 你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太快了吧 我跟你说 自从我见到娜娜以后 我突然想成家了 我想 咱们身边 要是所有孩子 跑来跑去的 那才是一途幸福的生活 那你就这样求婚啊 那怎么了 结婚一辈子就一次 还不浪漫一点啊 对 我得 好好地想一想 我想咱们应该先 好吧 别想了 你姐姐现在怎么样了 我姐姐她谁劝都劝不动她 你再好好劝劝她 这事肯定行不动 我试试吧 但是 我说的话她根本就不听 这人要钻进死不痛 想出来真够难的 别说别人了 说说你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 再等两天吧 不行 你今天必须回家 你要是不回家 你妈 就不让你大哥进家门 她真这么说的 周总 走 我先出去 别别别 什么事 你说吧 那 算了算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一会儿来找你啊 一会儿来一会儿来 你笑我什么笑我啊 你总经理的慰言全都没了 我一会儿再过来 来 小妹 哥诚恳地跟你道歉 我保证以后不再打你 我要是再动手 你 你就像 像美国人一样 把我送进监狱 行吗 在美国啊 夫妻间动手呢 都能送监狱的 接着家庭暴力 你妹妹真好 居然放过你 还不是因为你 谁要是说你不好 那我就不干 那雪梅跟我抢娜娜 就是对我不好啊 你敢去打人家雪梅吗 瞧你说的 我都成暴力分子了 我也又在家揍我弟弟 她走不定乱 我在外边一般国 我不跟着打家的 打谁都不可以 对对对 打谁都不可以 要是再跟人打 那呢 就把我送监狱 那还差不多 不行 我还是要看一下 那个雪梅有没有去找了 嗨 宝贝 妈咪 妈咪走了以后 有没有人来过啊 没有 哦 没有就好了 妈妈 别担心我 爱你 爱你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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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拿你没办法 你 你干什么 送你回家啊 请 我自己回家就行 哎 我怕你跑了 我还得再追你 跑不了 我还是自己回家吧 哎 咱俩可是快结婚的人了 介绍你的家里人 让我认识一下吧 我答应你了吗 好 好 鉴于你出尔反尔的作风 我今天一定得送你回家 而且必须见到丈母娘 真没看出来 你这么烦人哪 走吧 来 小心点 妈 妈 多少年没见您做这么多菜啊 您就偏心我大哥 怎么偏心了 你跟宇童不是也在呢吗 就是 主要琳达是美籍华人 妈是想你姐的 今天灵灵回来 她要不回来啊 你大哥也别想进这家 您说我大哥要是真娶着琳达 她说是在中国住呢 还是在美国住呢 阿姨 其实大哥跟丽红挺合适的 是 丽红善良 本质挺好的 就是文化递着她 大哥文化也不够了 高中毕业 那不刚好合适吗 如果大哥真的去美国的话 你觉着大哥真的能忍心 丢下阿姨不管吗 我呀 谁都不指着你们 我一个人挺好的 你看你们哥仨啊 你最小 反而谈上恋爱了 你大哥呢 找了个美籍华人 以后在哪儿生活还不知道呢 妈最不放心的 就是你姐姐 三十多了还一个人 这脾气阴阳怪气的 哪个男孩子能看上她呀 我怎么记得我姐小时候不这样啊 就这两年辫子 她有心事又不说出来 所以呀 这脾气怪怪的 艳势症 什么症 阿姨 你别听她瞎说 她说她自己呢 你姐要是有了对象啊 妈就放心了 妈 您一个人叨咕什么呢 回来了你们 好 说不好 好 你好 大哥 妈 小妹回来呢 没有呢 还没回来啊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小妹 小妹 回来了 你哥我这两天 长久都毁清了 我就等着你回来 打我呢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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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没事了 不行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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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打打打 你没事了 真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灵灵啊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脾气太坏了 不是 是你哥我不好 是我的错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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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酸哪 一个比个会说 快见我吃饭 快来 走走走走走 嗨 灵灵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妈 大哥 小弟 你们俩 妈 我们俩要结婚了 闪婚啊 看大哥可还没结婚呢 不再这样的啊 逼我结婚啊 这他们俩的事啊 太好了 还一号 不是 什么意思啊 还拿着你这总经理的架子呢 都要结婚了 叫我妈 爹 爸 你还真好啊 我能看到你 你眼睛 我能看到你的影子 来来来来 恭请 好好地喝两杯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Don't say you're good 道妈的心里特别高兴 宝贝吃鞋 看 干杯 咱们全家人真是太幸福了 真是 我仔细想想啊 我这几个孩子 能这么好地解决了生活问题 全得感谢娜娜呀 要不是娜娜 平凡跟你不可能认识 对吧 要不是娜娜 玲玲 许松你们俩 也不可能走到一起吧 超人 你们两个更是如此 所以啊 娜娜 是咱们全家人的宝贝 全家人的孩子 以后 咱们都要好好爱她 疼她 看到咱们家这么兴旺 妈心里踏实 这么多年 就盼着这点 你们的爸爸 在天堂 也一定会高兴的 妈你应该高兴 你怎么哭了呢 妈你应该高兴 你总是 你傻鬼女 妈是高兴得掉了 真的 想想现在咱们真是太幸福了 过去咱们国家穷了 外国人 根本看不起咱们 光咱们中国叫 东亚病夫是吧 那那那都上个世纪的事了 没错没错没错 而现在不同了 咱们国家强大了 经济腾飞 宇宙飞船上天 咱们举办了师博会 奥运会 特别是奥运会以后 咱们中国人民 在全世界人面前 两美吐气了 真的 那是啊 您知道 中国人这七天长假 在欧洲和美国 花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十七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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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来说去啊 你们都得感谢我 当然也得感谢娜娜 所以我听 娜娜我们轮流眼 一人赢 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怎么回事 雪梅跟吴总啊 和琳达要争夺娜娜的抚养权 她这两天正因为这事心烦呢 琳达 用不着心烦 这事咱们一定能处理好 几乎是 你做做你姐姐工作 我只能试一试 其实被这件事 我和我姐姐已经吵过了 她完全不听我的 你就试试 你没准就同意了呢 甭试了 要我说这吴江的工作啊 还是我去做 我现在跟吴江是慈气 哥们儿 吹牛吧你就天天的 不信是吧 赶明我带你去她家 行了 别催了 赶紧吃 赶紧吃 快快快快快快 恭喜你们啊 娜娜基本上度过了危险期 再过几天就可以出仓了 那太好呢 那再过一个月 我们就可以回美国了 对 娜娜很配合 非常坚信 我给你带了宝莲弄的DVD 可好看了 那是送我的吗 当然 太好了 我能回家给我朋友看 我爸爸妈妈说 以后咱们要住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妈咪同意了吗 肯定会同意的 我们还给你准备了房间 就在我的房间旁边 比我的屋子还大呢 我妈妈说给你用壁纸 装成公主房 床上面还有很大的围蔓 装修很贵的 我还记得 在美国的时候 我妈咪说 等长大有钱 把我房间重新装修 放心吧 什么都会有的 到时候 娜娜一定会喜欢的 好 这个叫保雅 这个 他们来干嘛 干呀 你干嘛呀 人家又没来抢孩子 冷静点了 他们都是来抢孩子 别冲动 好吗 你们来了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来找你的 什么事呢 如果是要谈上一期谈的事情 就算了吧 我们没什么可谈 我希望 你能给我们个机会 有这个必要吗 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听听 娜娜爸爸的想法吧 可以 没问题 我们换个地方的汉吧 好 好的 走吧 我不去啊 你要去你去 不是咱们总得面对吧 躲是躲不掉的 我跟你一块去 放心 走 走吧 还要等着呢 我爸爸妈妈说 以后咱们要住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妈咪同意了吗 肯定会同意的 哎呲 只能放肌 不知不觉 带来了一丝甜 也带着疲倦 多少个从前 默默浮现 也许那就是 彼此剩下的一切 若明天我还 在你身边 那是唯独的心愿 能够陪你走过了 这段时间 是生命中最美的岁月 用我的不顾一切 去改变枯萎和容颜 若时间停歇 去偿还这亏欠 这份爱是否能 再次回到原点 不再改变 有爱就输这一切 让我跟去面对从前 突然间发现 有你陪在身边 一层白的世界 终于能够渐渐回到原本 它能够渐回到原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